哈喽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跟朋友见面聊天啊 都是先问你最近中招了吗 哎呀这说出这句话呢 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因为确实啊身边有一些朋友 真的就中了抠胃了 好在呢这些得抠胃的朋友啊 都在七天之内吃了点药 就都慢慢恢复了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 确实有后遗症啊 就是暂时是还有咳嗽的症状 那么就在近日啊 新加坡卫生部部长说呢 疫情的高峰啊已经过去了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啊 新加坡每逢周二就会出现病例激增 但是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内啊 每日新增病例的巅峰 在2月22号周二的时候啊 最高26,032例 但在这之后呢 下一个周二就3月1号 为2480例 再到前天的 22,201例 呈逐步递减的趋势 那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啊 另外的好消息是 新加坡将会进一步解封 早前被推迟的 简化安全管理措施啊 将于下周二正式实施 卫生部表示呢 新加坡会从五个方面 简化安全管理措施 第一个社交人数 维持在五人 每户家庭呢 可接待的访客 从一天五人赶为一次最多五人 第二条呢 戴口罩规定 室内户外需戴口罩 这条没变 第三条呢 工作场所限制 50%居家办公的员工啊 可返回工作场所上班 允许最多五人在公共场所聚会 第四安全距离啊 只要戴口罩 就无需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这个使人与人的距离呢 又更近了一步啊 第五条活动人数 30人以下活动恢复 少于1000人的活动限制取消 超过1000人的大型活动 参与人数不得超过场地容量的50% 这么说的话 可能接下来新加坡会恢复一些大型的演出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朋友们 对于疫情 你们有什么想说想聊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明天见 拜拜